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跟哈里斯的一个民意调查 这个民意调查蛮有趣的 是今天晚上出来的 大概应该是晚上七点半吧 七点钟到七点半出来 那美国社会在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美国社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变 是指那些美国传统的人实在忍受不了了 开始实在忍受不了 开始反抗了 在纽约邮报今天登了一篇社论 直接讲黑人命贵把我们骗了 黑人命贵把我们骗了 然后呢 但他们把钱拿走了 写这么一篇社论 我觉得挺荒谬 很荒谬 很实际 很真相 代表这个社会曾经呢 大多数人比较淳朴 就是他 淳朴的意思就是按照我们大陆人的说法 老外很容易被骗 太实在了 这个东西呢 就反映出欺诈者本身的那种道德的沦散 欺诈者本身的道德沦散 这是一个肯定的 在经历过这么一个一个循环 一个周期之后 2020到2023 那你不能把老实人 就是说任何时候你不要把老实人当成傻瓜 你不要把善良当成缺心眼 那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抽死你 大嘴巴 抽死你 一定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道理呢 在今天的社会中 很多人不理解 就是我以为真的不理解 所以当他们遇见川普这样的人的时候 恨得咬牙切齿 因为他实在弄不了 你少跟我来法律那一套 你少跟我来规矩那一套 你儿媳妇大装什么孙子 瞧你那德行 对不对 他川普是这一套 就像我们节目中一开始 刚刚说 哎呀 什么 涛哥说北京胡同窜子 北京胡同窜子怎么了 我窜你后脑勺了 是窜你耳头眼的 你神经病 你读过几本书 你爹读过几本书 对不对 这是北京人是这样的 就是说大家平常我们原来讲 节目是这么讲的 那说哎呀 涛哥你得文明讲 什么叫文明 什么叫文明我跟你说 今天流氓的全是读书的 他没读过书他不会流氓 遍地都是读书人 没有几个道德者 现在是这个才 王沪宁是不是读书的 复旦大学 这个叫什么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 法学院院长 你说他都不配儿媳妇装孙子 他都不配啊 因为谁要是他要是谁的孙子 我跟你说那爷也得缺了 八本德了我才 开玩笑我才 整这么一个东西 你不缺了八本德啊 当一次官娶一个女人 你不把女人太不当回事了吧 对不对 开玩笑我才 但他就这么干了 这个世界就这样了 是不是 还读书类赛 不是那妈的事 那你当把老实人当成傻瓜 把善良当成缺心眼的时候 你就找抽 往死了抽死 那这个社会呢 美国的社会出现了这个状况 你可以随便你去怎么接受不接受 对不对 老爷们站起来了 那打二椅子 不是打的一丢 一根肉一根肉的 开玩笑 就像这个 昨天卡尔松说这个 拜登是 他你也不是独裁者 看你也不是个男人样 你把男人都给糟蹋了 叫男人这俩子 以后都不能叫了 卡尔松不就这样了吗 你说他是什么 农民 卡尔松把自己那推特弄 都跟农民似的 渔民我钓鱼呢 我这个 是 这个社会为什么是出现这样 社会在出现真实的变化 他在向真的一面转向 真的一面 就是 其实就是这么一批人 不干了 那我让着你 你就撞毛头 我让你快 想要么 看你长那样 你还干这个 上去不说话 一个嘴巴就给抽过来 那现在 我说的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看到这个民调 这是来自于这个哈佛的 美国很有名的民意调查 在每到周末的时候会有 所以这个调查呢 在彻底 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美国社会的转变 美国社会不干了 就是普通的主流的美国人不干了 那他站起来 他站起来特别是在川普问题上 川普创造了历史性的领先 就是 完全以创纪录的方式 超越了 既超越了他的政治对手拜登 又超越了他党内的一切 就是 川普今天的民意调查 就是 不仅是如日中天 就是美国人 大批的美国人 以选择川普 来抗争今天的社会的一切 社会的法律 社会的文化 社会的制度 社会的经济 社会的今天的政治的一切 就是有点 大家就开始 就是 就是一种宣泄了 开始宣泄了 那开始宣泄了 我们讲过 美国人手里都有枪 这招 这招真的挺厉害的 他手里都有枪 那 也正是那些 怂包蛋的二椅子们 真正害怕 我跟大家做这么一个铺垫了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民调 一个小时之前出来民调 这个民调查呢 是讲述了有关 对年轻人变性的问题 年轻人变性 如何决定 你应该怎么看 78%的美国人认为 如果你想让 征求孩子们变性的话 孩子们要在18岁以上 也就是说 其实18岁以上 有选举权 被选举权 有投票权了 当他有投票权的时候 他是一个独立的 然后你让他自己做选择 那个父母都不管 谁都不管 爱咋咋 那79%的人 反对本州的法律 而这本州的法律就是 允许孩子们 小孩未经父母同意 男孩把自己卡着了 女孩咱不知道怎么玩 就是改编自己的性格 79%的美国人不敢 那个东西不是盛响那些 大家要明白 这个时候 他做这个民调 现在是骄傲 对不对 骄傲就是一个妈带着 五岁的女儿 去看那个大老爷们 光不留条 让女儿要骄傲 让女儿要骄傲 那老爷们都带着女朋友 都看那个去 不就把他们全都骄傲了 不就把他们共产共妻 对不对 这不仅仅是群居的概念 就是你谁能想象这个社会能变成这个 那骄傲的旗子挂在了白宫正中间 我一会儿跟大家讲这个拜登先老的大姐 那个有人说这个老不死的 真的想象不出来 美国人为什么当初怎么选 现在还有美国人支持的 我都想象不出 你说80岁的老头子 那个手 我一会儿跟他没法说 我只能跟大家演示 你自己看 所以这是一个民意调查 这是最新的 一个小时之前 我跟大家意思就是说 人们美国人在觉醒 主流就是主流的美国人不干 他不干了 2024年全国范围内的 美国全国范围内的 有关这个共和党人 他进行就是选举了 一对一的这种对应 主要是川普跟德桑迪斯 一月份川普48% 德桑迪斯28% 领先20 二月份川普46% 德桑迪斯23% 领先23 那这二月份是因为 随着有更多人参选 四月份川普55% 那德桑迪斯20% 为什么 四月份 曼哈顿的那个地区检察官 布拉格 就把那个案子K起来 所以对川普的迫害 一落到十处 人们就反过来 去抗争这一份迫害 抗生这 就是人们站在了 罪犯一边 如果你把它当成罪犯的话 人们站在了美国司法部的 对立的一面 大家要懂这个道理 人们站在了美国的 司法部的 对立的一面 那就是司法部有问题 对不对 故意的 六月份 川普59% 德桑迪斯只剩40% 那领先了45% 创造了最大的领先度 这是不得了的 59% 那已经占了大多数了 川普已经占了大多数 而德桑迪斯就基本上毫无还手之力了 而六月份川普 而这个六月份川普已经 德桑迪斯已经开始选举了 所以那就是 那川普就讲对了 因为德桑迪斯不灵了 这是一个 下面那个我没看懂 它是两党都有 那么一份东西 我们主要集中在川普身上 那在三个小时之前拿出来的 55%的美国人认为 对川普的这个刑事指控 是纯粹上的一种政治上的报复 那83%的共和党人 55%的独立人士 这是很关键 55%的独立人士认为 你是对川普的迫害 那超过了一半 就是独立人士超过了一半 在这个问题上 这对川普是一个默打的 就是默打支持 那 56%的美国人认为 司法部的做法 纯粹就是选举干预 所以美国人选择的方向 对川普的 美国选择的方向 是对抗司法部 大多数美国人 这是很有趣 这是很有趣很有趣 这就说民怨就全起来 民间的怨气全起来 人们已经不能接受了 四个小时之前 如果就是总统对总统的话 川普领先拜登 6个百分之下 川普54% 拜登39% 这应该是历史最大 真的这是历史最大 德桑迪斯领先拜登 41%对40% 这个就是很显然 人们更亲注于川普 越迫害越亲注于川普 德桑迪斯 如果共和党内部 川普拥有绝对领先 59% 那德桑迪斯呢 是多少多少 这是6月14到6月14 6月15 就昨天前天做的 如果这是四个小 一对一的 川普领先德桑迪斯 这刚才有了 有一个哈里斯的问题 川普领先哈里斯 7% 德桑迪斯领先哈里斯 2% 所以这个故事 就是这个概念 已经不同了 在此之前的概念呢 德桑迪斯在对垒拜登的时候 是优势比较大 川普没有那么大优势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川普拥有明确的优势 川普获得了最大的领先 在就是超过德桑迪斯 最大领先 领先45% 他你要知道 这个排列呢 这个排行是把所有共和党的参选人 都算在里头了 都算在里头 德桑迪斯只剩了14% 德桑迪斯一直在20%以上 那川普也从来没有拉开过 可能最高是39% 现在40% 所以这是一个故事了 如果一对一的川普 67% 德桑迪斯33% 这是昨天跟前天结果 这是应该是共和党内部的 他没有提是不是共和党内部的 那这个比例就讲出了 那就德桑迪斯已经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没有任何还手之力 所以这是在川普遭到这个 新汉部这已经 川普在遭到刑事指控之后 形成了在美国竞选中 无论是两党的对应 无论是这个党内的初选 川普成为了一个唯一的竞争者 就是没有任何人能够跟川普抗衡了 这是美国人 在对抗今天的美国政府跟司法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